夏雪一再一次转瞬之间 将金蛇三宝 逆藏于深山的岩洞之中 离开山洞 她不久后又偶遇和红耀 和红耀再次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 因为你的武功尽失 才要娶我为妻 以后由我来好好的照顾你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小姨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我不会娶你 夏雪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娶不娶我 如果要我娶你的话 倒不是你杀了我 你这个父心汉 我和红耀堂堂圣女之尊 本来可以接任教主 我为了你 为了你不惜背叛五毒教 还带你到灵蛇窟盗取三宝 犯下弥天大罪 流落江湖 有家不能回 尽量违背自己的誓言 你情别类 你 你 当然你情我愿 就像今天我为小姨 而违背了我自己的誓言 就算天打雷匹 我也心甘情愿 绝不后悔 既然你无情无义 我就让你领教我的恶毒 但夏雪姨拒绝后 和红耀怒不可遏 拔出长节门槛 致使夏雪姨双腿瘫痪 之后又遭受了致命遗击 从此辽媚界失去了一位高手 十五年后 故事转向袁承智 以成长为青年的他 日复一日在山谷中修炼武功 慕桑道长传授了他全部的武艺 此时 慕仁卿认为时期成熟 并将其独创的混员功 全部传给了袁承智 混员功作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内功 让袁承智在面对敌人时 每一朝每一世都显得行云流水 自然而然地有内力相助 当外界力量来袭 他能不假思索地调动内力相抗 两人在练习中盘腿而坐 珍气运转至双手相合之时 便有白色的气流环绕周身 展现了内功的深不可测 袁承智在山谷中的日常训练中 能够运用混员真气 掌力外放 形成数丈高的水柱 显示出混员功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时小慧前来送饭 他轻声与他交谈 你练成混员功 就要下山去找你师父了 我知道了 你套下山之后 我们吃你做的饭了 随后 袁承智决定下山寻找下雪仪的下落 在接近半山腰时 一个骷髅头突然从听而降 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运用精湛的轻功一跃而上 不多时便到达了山顶 紧接着 他发现了一个山洞 洞中隐约有兵器的影子 他走进之后 推开前面的障碍物 一探究竟 在那山洞里 袁承智恍然大悟 手中的金蛇剑 不仅是锋利无匹的戾气 更是十年前金蛇狼军隐藏宝藏的关键 他目光一转 落在一旁的尸骨上 误以为这是下雪仪的遗骸 便决心为其安葬 然而 在挖掘墓穴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小盒子 打开盒子 大铁盒开启时 有金蛇追射出 河中疏谱地图军甲 尚有剧毒 诚治贪婪恶仆 真者在此小盒之内 袁承智惊喜地发现 里面藏有金蛇秘迹 这正是传说中的金蛇三宝之一 与其他武林人士不同 他们或许需经历生死边缘 才能得到绝绝 袁承智却似乎总能逆天改命 轻而易举地掌握神功 得益于他早已修炼的魂员弓 金蛇剑法对他来说 更是易如反掌 不费吹灰之力便已精通 仔细研究秘籍后 他发现 秘籍的夹层中 竟然藏有一张藏宝图 和一封书信 都是下雪衣留下的 德宝之人 勿请到浙江渠州十两 寻访女子温仪 赠予皇家 十万两 此时纵具天下财宝 也难以换得半日巨手 重财宝而清别灵 毁吉 黑吉 这些发现 仿佛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使命 他决定离开这座 富有传奇色彩的山洞 正当他下山前往温家 履行使命时 偶遇温清清 在误以为他是温仪后 袁承智将下雪衣的遗物 交于他手 不知这一切 将如何继续展开 是下书托碗被交给你的 还清定万诸 将来以藏宝图找出宝藏 就将黄金十万两 转赠给你 袁承智将下雪衣的遗物 递给面前的女子 并告知他下雪衣一事 出乎意料 此人并非温仪 而是他的妹妹温倩 温倩自幽目睹姐姐 和金蛇狼军的深情 不知不觉中 也对这位姐夫动了情 得知恶好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 就在此时 温清清慌张入场 他从小被温家五老灌输 认为温仪是被金蛇狼军绑架 而金蛇狼军正是他的仇敌 温清清胜怒之下 质问袁承智下雪衣的下落 袁承智则力图为下雪衣辩护 此刻 温家五老感到伪装和缓 试图平息事态 你娘 未必是被金蛇狼军劫走的 一转身 温家五老便开始假意关心下雪衣 五老眼神互相挑逝 心急重重 屋内 温老大立刻追问下雪衣的具体情况 袁承智告诉他下雪衣已经不在人世 温老大顿时又开始表演悲痛 我们温家和下兄 也算是相交一场 理应到他坟前拜祭一下 嗯 不知道他现在身脏何处 这一幕仿佛万镇山顶级影帝 有了接班人 随后 温家五老又开始打探宝藏图的下落 明显是在测试袁承智的智慧 袁承智虽然单纯 但并非愚蠢 他对温家五老的提问心生疑虑 自然不会透露下雪衣的埋葬地点 当夜 袁承智回到客栈 突然收到温前派人送来的一封信 约他在附近的小树林见面 袁承智单纯地相信了这个约会 孤身前往小树林 深夜 袁承智重遇温茜 他转身在一刻 眉眼之间流露出婉约与智慧 仿佛时光倒流 回到了温仪的年华 温茜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爆发 他向袁承智吐露自己对下雪衣的深情 正当两人情绪交流之际 温家五老突如其来的出现 五老毫不客气地质问 袁承智关于藏宝图的下落 原来你迷之想要那张藏宝图 如果温阿姨真的去世了 我也不用再将黄金相赠 识时误 只留下藏宝图 否则的话 你就别想有命离开这里 袁莫随飞三头六臂 你很想见识几位前辈的本事 面对他们的逼问 袁承智剑还未出窍 便与他们展开了精彩的对决 金属交际之声 宛如悠扬的乐曲 袁承智利用身边的环境 脚踏龙掌 轻巧跃起 落地之时抽出金蛇剑 剑光一闪 金粉四剑 却仍不见金蛇狼军的霸气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一名小司急匆匆爆来消息 温家后院突发大火 温家五老立刻撤回 赶往后院 此时 一对男女已将温家的仆人 全部制服 吴老上前职问其来历 啊 小姑娘 尊姓大名啊 华山弟子孙仲军 人称飞天魔女 哦 这位是我大师兄梅剑和 人称吴影剑 原来 这对男女是来解救一名 被绑架的商人 并希望取回两千两的黄金赎金 面对温家五老的拒绝 温轻轻毫不犹豫地拔剑冲锋 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虽然记忆看似简单 却有着不容小觑的威力 犹如花拳袖腿般精妙 此时 袁承智从房梁上观战 识破了 他们是华山派的门徒 他决定介入 一跃而下 掌影重重 你这是秦龙功吧 世上真的有 你这种神奇的武功 自称师叔的袁承智一见面 便遭到两位师子的怀疑 他们认为他是冒牌货 决定用武力试探真假 袁承智为了不伤害自己的师子 只能用巧妙的轻功来回躲避 然而 两位师子攻势欲发凶猛 袁承智无奈之下 依仗场中的双剑发地 一跃而起 从旁人手中抽出一把宝剑 他的剑法如同游龙般精妙 使得两人节节败退 终于无力还手 被袁承智的连环剑气 迫使放弃攻击 现场的其他弟子 剑撞纷纷加入战团 却也被袁一一击退 飞龙在天 你竟敢偷销我们的华山剑法 哈哈哈哈 这一招飞龙在天 一切货真价实 别无封口 此时 一位身影从高强跃下 霸气十足地落地 他正是与袁承智同门的黄真 身见仙慕人青的大弟子 温家五老健壮 知道黄真非同小可 不敢再有所行动 值得放开了他们所绑的人质 尽管如此 他们仍旧不肯归还之前 所取的黄金 温轻轻在这时放话说 你有本事 从我手中抢走的话 就归你咯 好 一言为定 夜幕降临 袁承智悄无声息地潜入温家 来到房间里 只见温轻轻已经将黄金置于桌上 凭借自己的武功自信 袁承智并未怀疑有诈 便直接取走黄金 然而 当他不出门槛时 温家五老已经等候多时 再次逼迫他 交出藏宝图的位置 你们说来说去 就是为了藏宝图 我不怕你今天不给事不行了 小子 金氏恶贼 当年都尚且破不了我们的五行大阵 此况是你 乖乖地将藏宝图交出来吧 袁承智的心头突然闪过 金蛇密集最后一页的内容 破解复杂的五行阵法 袁承智放话道 你们的五行阵法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哼 靠出狂点 五人齐齐运弓 将魅力和五为一 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 如同暴风般席卷而出 袁承智机智的趁机飞身越过 迅速用金蛇锥反击 成功脱离了阵法的束缚 离开战场后 温清清在房间里默默地思念着袁承智 尽管两人相识不多 但他对他已经情根深重 第二天 温清清怀着一腔热情 再次出现在客栈寻找袁承智 他坦白了自己的身世 他是下雪衣的女儿 被藏宝图也有着无可辩驳的权力 尽管袁承智起初并不愿意牵扯太深 但最终还是在温清清的坚持下 决定带他一同寻宝 两人在小镇的一家饭店用餐室 突然间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鼻而来 让在场的食客们纷纷逃离 原来这是因为胜手神偷胡桂南和铁罗汉 之间的争执所引发的混乱 这么大个药壶摆在桌上 这都不把我瞧了汉坊的眼里 哇 你亲眼看见我放在这里呢 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 对不起非凡哥 我听不到再说 再听不到再说 说到我听到为止 报告非凡哥 不用去操场了 我在这说都行 也是六个字 吃屎辣梁非凡 你你听不到我再说 再听不到我再说 说到你听到为止 吃屎辣梁非凡 我现在吵你 你要是再不打走尿服的话 我扭断你脖子 好厉害啊 不过在你还没扭断我脖子之前 我就脱掉你的裤子 试试 好的 两人一眼不合便动了手 胡桂南临火地踢翻了桌子 铁罗汉则以拳头回应 将桌子积得粉碎 随后 两位高手开始了魅力的较量 彼此的拳掌对决中 魅力如风潮般涌动 常念紧张之急 原成之健壮 上前尝试调解二人的争执 希望能够平息这场无谓的争斗 在一场意外的比武中 胡桂南与铁罗汉两位武林高手 因魅力激烈碰撞 竟然无法自行解除掌力 身形僵持不下 眼看局势危机 原成之毫不犹豫地运用会员功的高深技巧 轻轻一掌 将两人同时击退 使得他们都未受伤害 此举令胡桂南与铁罗汉 对原成之感激涕零 认定他为生命中的大安人 特别是胡桂南 他更是感激到极点 将一只珍贵 且能抵御百多的千年兵蝉赠予原成之 就在四人准备继续他们的旅程之时 忽然一群气势汹汹的人马 截住了他们的驱路 胡桂南目光独具 立刻辨认出这些人属于青竹帮 心中顿时紧张起来 带头的帮派大哥不前一问 气氛顿时紧张 你们谁是金蛇狼军的弟子 是他是他 他就是金蛇狼军下雪仪的 为一船人 原成之 干闻前辈 你找我夏叔叔 究竟有何贵干 当初金蛇恶贼 为了一张藏宝图 杀了我们的二当家 青竹帮一直在找他的下落 一定要报这一段 撤害身仇 为二当家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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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 他呀 尽得金蛇恶贼的捐传 你们找他有冤报冤 有处报仇吗 好 原成之的驱路 被青竹帮的帮主 朱帮主截主 这一切源于下雪衣之前 救助原成之时 博身用金蛇锥 致命伤害了青竹帮的副帮主 自那以后 青竹帮便是下雪衣为敌 被吸金蛇剑重现江湖的消息 便将原成之引至 一座破旧的庙宇 双方对峙 谈判毫无成果 原成之放话道 就请朱老帮主先出十招 晚辈绝不还手 如果十招之内 晚辈侥幸不败的话 就请朱老帮主 把当年的恩怨 一笔勾销 随个出生牛 赌不怕 原成之挑战朱帮主 只需十招 若未能取胜 则往事便可一笔勾销 朱帮主手持木棍 气势汹汹地向原成之发起攻击 但原成之并无意再起冲突 仅利用其灵活的身法躲避 朱帮主的攻势凶猛连续 但原成之依然轻松应对 在一系列迅速交换后 原成之利用反力飞起 一跃之下 成功加住了朱帮主的武器 展现了他非凡的身手 十招之约已满 朱帮主手信 命令手下撤退 并与原成之一同离开庙宇 夜幕降临 原成之与三名同伴沿路前行 忽闻怪异声音 随声探知一座庭院 却见院中设有灵堂 好奇之下 原成之与前去查探 却在此时 大门骤然关闭 清竹帮众人将他围困 此时 一名女子步入院中 正是清竹帮帮主的女儿阿九 众人揭开灵堂中的白布 下面躺着的竟是朱帮主 在一片幽暗的角落 伴随着凌冽的寒风 原成之面对清竹帮的指控 陷入了困境 他们发现了一道 行刺蛇行的刀伤 清竹帮毫不犹豫地断言 这是原成之的杰作 这个伤口从表面看来 的确很像有金蛇剑造成 就在此时 心怀复仇的阿九站了出来 我今天就是拼了命 也要杀了你 为我对报仇 话音刚落 便挥舞着棍子冲向原成之 原成之先入苦战 左闪右臂 尽显他的武艺高超 阿九不甘心失败 挥舞兵器猛攻 企图占据上风 危急时刻 原成之灵机一动 利用对手的力道 做一个轻盈的旋转跳跃 以双腿紧架住阿九的棍子 令其动弹不得 随后 原成之快速松开双腿 然而阿九立刻反扑 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 原成之运用会员弓 击中阿九的后背 一股强大的魅力爆发 将木棍震飞 同时也将阿九 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好一招隔山打牛 场面一度陷入混战 众人纷纷加入战圈 试图将原成之围攻 青竹帮的众弟子 整齐地迈步前行 副帮主郑重其事地宣布 只要原成之 能破解他们的独门秘书 他们便不会再对他造成困扰 原成之毫不迟疑地 接受了挑战 众人随即在屋外 搭建了一个复杂的阵法 副帮主一声命令 战斗正式开始 众狗阵 众弟子手握长棒 围成原阵将原成之溃于中央 他们将长棒投掷到半空中 接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接力战 看似轻松却暗含杀击 与此同时 原成之运用他精湛的轻弓 巧妙躲避 每当双方攻守交换之际 他总能找到破绽 运用会员功力 一股劲气横扫而出 将众弟子震退 他们纷纷摔倒 且难以再起 此后原成之提出 若能在一年之内 帮青竹帮找到真正的凶手 青竹帮应该释放他们 副帮主阿九无奈 只得同意 第二天 原成之与同伴们 继续按照藏宝图指示的路线前进 突然金龙帮的一群人 挡住了他们的驱路 手持金蛇锥的他们 指控原成之 杀害了他们的门下弟子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 忽然远处传了一声尖锐的呼喊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声音来自五毒教的教主和铁手 他以超凡的轻功飞跃而来 身姿如风中的柳絮 轻盈飘逸 当众人目光投向他时 他已悄无声息地 发射了几枚带毒的飞针 金龙帮的众弟子 纷纷重招倒地 和铁手的身影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曲线 长裙如螺旋般旋转 当和铁手显露身份时 金龙帮的首领顿感压力 知难而退 和铁手坦诚 他此行的目的正是 为了回收失散已久的金蛇三宝 这三样珍宝 乃是他们门派的镇教之物 而此时 花铁竿的德义门声 温清清不前一言 在下 大春娘胎以来 从来都未见过 像和医教主这样 才貌双全的人才呀 假如换的是我 别说是三宝了 就算 要我拿我的性命相报 我都亦不容辞 他不但继承了 夏雪仪的辽媚秘籍 还将师父 传授的捧根艺术 发挥的连笔尽致 令和铁手忍俊不禁 在温清清的机智与幽默之下 和铁手竟然放弃了 追索金蛇三宝的念头 最后 他掏出一尾闪光弹 抛向空中 带着满意的微笑 和温清清 一同离开了现场